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戒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一下 北美各地的最新重要新闻 FBI2022年全美学校威胁增加60% 上周五南加州华人密集的 阿罕布拉市Mark Capo高中 因受到威胁而疏散学生 虽然几小时后证实是虚惊异常 但是联邦调查局表示 2022年全国报告了6000起 学校遭威胁事件 比前一年增加了60% 虽然大多数的威胁是假的 但有些人会压抑他们的恐惧感 这对他们的健康可能有害 投票机公司对福斯新闻诽谤案 法官推迟开庭日 特拉华州的一名法官表示 备受关注的16亿美元诽谤诉讼案 今天的开庭日将到周二进行 法官没有解释推迟的原因 在宣布延期之际 有消息传出福斯新闻正在寻找和解的方式 来了结此案 2020美国总统选举川普失利后 听川普立场鲜明的福斯新闻 多次有主播在播报新闻时提及 投票机公司多名尼恩投票系统 可能操纵得票数 因此该公司奋向福斯提告 爆炸案发生10周年 波士顿今天举办马拉松比赛 10年前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 在终点线附近爆炸 今天大约有3万名运动员 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 10年后波士顿马拉松赛 仍然在同一地点结束 体现出悲剧发生后的波士顿坚强精神 今天的赛事最终由肯亚选手 艾文斯·切贝特 以2小时5分54秒的成绩爆冷 夺得冠军 最强大火箭SpaceX 星舰首次试飞 最后一刻喊卡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原定今天在德州波卡 气卡首次试飞 有史以来最强大火箭 Starship 但因加压问题 最后一刻取消这次发射 这次试飞是SpaceX重返月球 以及最终登陆火星野心的 关键里程碑 也是NASA重新启动 太空飞行计划的核心目标 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今天推文说 将在几天内再做尝试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